HELLO 大家好,歡迎收看今期的生活調查團,我是黎春 愛美之心,人皆有之,很多女性朋友都會選擇各式各地面膜和護膚品試用 都停不下來了,但同時也不少人都會覺得 其實面膜好像有少許多的添加劑和護膚品都可能會有添加劑 不放心,所以會DIY面膜,那用什麼做呢? 當然,我們這一期都會和大家調查一下,到底一些街坊用什麼做 其實我們調查結果就是很多人都會選擇這個天然無公害的果梳 做話說,沒有醜的女人,只有難的女人 貪美的人都會想盡一切辦法來打扮自己 用果梳敷面一定是不少美女們嘗試過的面部補水法之一 例如黃瓜、蘆蕙、檸檬一直被稱為廚房裡面的美容劑 因為它附含水分、維生素 不少貪美的女士都會用果梳或者果梳汁外擦皮膚 用來幫皮膚補水 在電視劇《金三信》裡面,肥肥的女主角就是經常用黃瓜來敷面護膚 而十幾日之前,我們的生活調查團已經在我們的官方微信發起一個投票活動 是關於新鮮果梳敷面的 調查問題就是,你覺得新鮮果梳敷面有哪些實際效用呢? 根據調查數據顯示,有400人參與調查 有50%人認為果梳的維生素C有抗氧化作用 36%人認為有補水作用 還有16%人認為果梳有折頭痘的作用 經過這個客戶端數據顯示 絕大部分人參與了投票都會覺得 認為果梳敷面是比較有效的 而且有一部分人都會覺得 其實用這個短短10分鐘的時間 用這個果梳敷面的效果並不是太大 倒不如直接用清水的清洗來令效果更加好 問題來了,到底這個果梳敷面是否真的有用呢? 生活調查團本處科學的態度 立即和大家調查一下,到底果梳護膚的功效到底如何 有50%的受訪者都認為果梳敷面是因為 果梳裡面含有豐富的維生素C 果梳裡面的維生素C 到底對我們的皮膚有什麼效用呢? 它有美白的作用,並且它的分子量很小 它可以有效地滲透到皮膚,讓皮膚吸收 我們分子量越小,皮膚吸收的越好 並且我們蔬菜,包括一些水果 還有一些別的抗氧化成分 它吸收之後對皮膚的健康、質地還有膚色都會有一個改善 原來維生素C是水溶性的維生素 有稱抗氧血酸,具有抗氧化作用 也就是說當細胞內的氧化代謝產生有害物質的時候 維生素C可以成為自身氧化,從而保護自身細胞的成分 那果梳裡面到底含多少的維生素C呢? 這些維生素又有多少可以被人體所吸收? 好,今天拿著一批新鮮的果梳 大家看到我手上已經拿著一堆很新鮮 還有很有豐富營量的果梳 來到廣州匯標檢測技術中心 去檢測一下這些果梳裡面 到底有沒有維生素C 如果有的話又是多少呢?馬上走 你好,你好 你好 我現在手上有果梳 麻煩你幫我們測試一下維生素C,好嗎? 好 那要多久?測試一下 大概三分鐘 好,謝謝 謝謝 經過我們檢測結果是這樣的 青蛙大概有0.2毫克每100克這樣 然後青蛙有8.5毫克 檸檬有39毫克 然後那個橙子是達到了75毫克每100克這樣 檢測顯示我們送檢了四種果梳 都含有不同含略的維生素C 其中橙最高 而黃瓜的排名就最低 經過我們剛才實驗得知 我們帶來的果梳做過這個測試之後 看到有一定量的維生素C 很多人就說 其實維生素C暴露在空氣裡面的氧化速度 就會很快 所以接下來我們做一個調查 就是模擬這個空氣當中的情景 然後看看維生素C的氧化速度到底是多少 為了驗證維生素C在空氣當中 是否容易氧化流生 我們將這四種果梳暴露在空氣當中5分鐘 20分鐘之後再次檢測他們剩餘的維生素C 從數據來看 就西紅柿的變化比較大的 它從一開始我們放置零分鐘的時候 它能達到8.56的那個含量 但是到了放置20分鐘那個時候 它的那個維生素C的含量就直到6.85毫克每100克這樣子 其他三樣的話 從它數據來看它的變化都不大 那經過我們剛才的檢測可以發現 果梳裡面的維生素C的氧化速度是比較慢的 那即是換言之我們這個敷的20分鐘裡面 果梳的維生素C依然都是保持得相當之好的 那到底我們的肌膚裡面或者我們的皮膚裡面 吸收維生素C的量有多少呢 我們立即調查一下 或者調查清楚果梳裡面的維生素 對我們的皮膚到底有什麼效果 我們邀請了兩位年輕的女性來到美來美容醫院 這一次實驗我們需要借助這一台皮膚測試 而來完成 他們測出的皮膚深層的膠原蛋白色版等等 據這位唐醫生說所有皮膚問題 在這一台專業的儀器當中會無處隱藏 那我們兩位年輕的志願者 皮膚到底過不過關呢 好了檢測已經完成了檢測結果 我相信都出來了 馬上問一問唐醫生的檢測結果如何 唐醫生你好 我想問一下這個檢測結果怎麼樣 但從照片上看的話 林小姐她臉上看還是以兜應為主 像這種褐色團塊 像我們講兜應消退之後 留下的一些這種色素塵索類的問題 那麥小姐的情況是怎麼樣呢 麥小姐這邊的話 她還是有一些這種色素科技存在 尤其像全部這兩側的話 她有些對線性的這種斑片 主要我們講還是考驗有黃合斑的問題 檢測顯示這位比較年輕的 自然者皮膚比較好 而這位26歲的自然者 皮膚已經有一點的色斑 醫生說隨著年齡的增長 皮膚代謝能力吹换 如果保養不好的話 女性的色斑就會越來越多 那果疏當中的衛生素絲通過敷面 是否可以有效吸收進入皮膚 幫助我們改善色斑 我們繼續實驗驗證 好 說時遲那時發 我們三位就已經坐在這裡了 兩位自然者 就要用這個黃瓜 敷面看看效果如何 接下來要敷黃瓜 當然要切它 明白嗎 但切這件事 兩位女士懂不懂嗎 平時都是媽媽設定 感幸福 是啊 麥小姐你不敷開 你應該也不懂 那怎麼辦 只要我 是啊 靠你了 好啊 那我來吧 我獨身一點 但不要騙我 你 但是這樣 我真的 不太懂 我先給我一張紙巾 就是 玩這些 東西 看來平時沒什麼機會鍛鍊 調查員切的黃瓜 都手忙腳亂了 在這個專業的刮皮刀的幫助之下 調查員找到了切片樂趣 還邀請兩位志願者一起嘗試 你又試一下 好 我們 多做一點 讓我看看 這些男士服侍女士 好 不行 喂喂喂 不要玩了 馬上敷面來試試看 互敷效果 好 好啦 這個五分鐘之後的 黃瓜敷面的測試已經做完了 兩位女士敷完好像神彩翼翼的樣子 二二真是笑起來也好看一點 接下來立即帶她的旁邊又測試一下 現時敷完黃瓜之後的皮膚 結果是怎樣的 不如我們走吧 敷了黃瓜面膜10分鐘 兩位志願者面部的皮膚似乎真的漂亮了很多 難道這些果索真的有美白去斑的效果嗎 事不宜遲 我們馬上再次借助這個專業的儀器 為他們做過皮膚檢測 唐醫生我想問一下 她敷了黃瓜之後的皮膚有改善嗎 你的黃瓜面膜敷了多久了 五分鐘 五分鐘時間是吧 五分鐘時間和之前我們拍照片做完對比之後 皮膚一個細膩度還是提高了 林小姐在敷了面膜半小時之後 過來檢測她的效果怎麼樣 因為這種簡單面膜去補水的話 它時間的話也是比較短暫的 因為尤其現在這種天氣化也比較乾燥 其實講她從現在照片顯示出來的話 和之前她像改善不是特別大 可能講還是皮膚 她平常一個補水可能還是有一定影響 可能平常補水也不是很到位 看來這十分鐘的黃瓜敷面 對這兩位治療者的皮膚並沒有什麼影響 而為了實驗的嚴謹性 我們要求兩位治療者回家 繼續敷黃瓜面膜一個星期 一個星期之後 我們再次帶兩位治療者 直接返回到醫院進行皮膚檢測 好了 為了實驗的嚴謹性 我們就叫兩位治療者 敷完一個星期的黃瓜之後 再回來這裡 就檢測這個皮膚的狀態 首先要問兩位治療者 看看一個星期有沒有堅持 小米 你一個星期內 有沒有堅持到用這個黃瓜敷面 有啊 一直都 每天都敷 真的? 是 那林小姐呢? 當然有啦 都說之前都用開黃瓜 那肯定會繼續堅持 連續一個星期 每天敷一次的黃瓜面膜 到底效果是怎樣? 經過儀器檢測 我們發現 兩位治療者三次皮膚的測試 分別是未敷黃瓜面膜之前 敷黃瓜面膜10分鐘 連續敷黃瓜面膜一個星期 他們的皮膚情況並沒有什麼變化 色斑並沒有改善 調查到這裡 我們可以基本知道 這個果桑面膜 他們的維生素並不可以有效吸收 進入我們的皮膚 幫助我們美白去疤 上一節通過調查 我們發現用果桑切製面膜 它裡面的維生素絲 對我們的皮膚 並不可以起到多大的作用 而通過我們的微相調查 我們還知道 女性們喜歡用果桑敷面 還有一個重要原因 是因為它含有豐富的水分 去對面膜補水 那麼這個果桑補水效果又是怎樣? 首先我們還是檢測黃瓜和蘆匯的成分 蘆匯的含量是96.658 那青瓜的含量是96.89 這個水分的含量在果蔬裡面算比較正常 接若你為了驗證水分在空氣當中 會不會容易氧化流生 我們將這個蘆匯和黃瓜布內空氣當中5分鐘 20分鐘之後再次檢測他們剩餘的水分 整個數據是 5分鐘的是96.79 蘆匯的 然後青瓜的是97.30 20分鐘的蘆匯的數據 蘆匯的是96.90 和青瓜的數據97.34 無鋼反升 檢測員表示 這個是因為果桑布內空氣當中 吸收了空氣當中的水分 那麼這些豐富的水分又可不可以有效吸收入我們的皮膚呢 到底這個綁疏護膚有沒有用呢 就來做一檢測 面前有三位的志願者在這裡 你先掌聲自己吧 謝謝 多謝三位 第一位先 怎樣稱呼 你叫我小鴻 小鴻是嗎 你好 那小鴻是否會敷膚的 沒甚麼的 那第二位呢 小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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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時有沒有會敷開 小 小 小 這位呢 叫我小C 小C 小C平時有沒有做得開一部護膚呢 有 沒有 那對 那三位都沒有 今天我們都跟大家做一個 果桑 用處 在敷黃瓜面膜之前 首先調查員準備先檢測三位自然者的皮膚水分含流 好 好了 接下來了 小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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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分44% 看來這位美女戰者的皮膚狀況真是不錯 而接著來測試顯示 兩位戰者的皮膚含水量分別是33% 和52.8% 看來第二位戰者的皮膚乾了一點 需要補水 事不宜遲 三位戰者就立刻敷上黃瓜面膜 試一下補水的效果 三位美女 你們可以把你面上的青瓜製作下來 十分鐘的時間很快就到了 三位志願者穿黃瓜面膜射了下來 還輕輕拍了下臉 幫助皮膚吸收 但這三位的表情 好像效果還可以 好了 我想問一下三位 有甚麼感受呢 小鴻 我覺得其實我剛才不太爽 青瓜方面的 但膚乾的時候 真的挺涼爽 我覺得很清爽 而且現在是冬天 本來我發現很乾的 因為太乾了 但膚乾的時候 真的有點舒服 很舒服 小鴻呢 膚乾的時候很舒服 舒服也很舒服 好 接下來想問一下小鴻的感覺 你浸浸浸嗎 三位志願者表示 黃瓜膚面膜很清爽 黃瓜水到底有沒有進入我們的皮膚呢 我們還是通過檢測來驗證 好 首先測試一下小鴻 看來黃瓜補水的效果還挺明顯的 十分鐘的時間 一位志願者的面部水分就上升了百分之六 那第二位志願者呢 第二位志願者的皮膚水分也上升了百分之二左右 未通過檢測 我們發現第三位志願者的皮膚水分也上升了百分之七 所以黃瓜即時補水的效果還非常明顯 再隨著時間的流勢 黃瓜的水分還是非常好地鎖定在我們的皮膚裏面 接著我們三位志願者什麼都不做 等五分鐘 五分鐘之後 我們再來一探究竟 五分鐘之後 第一位志願者的皮膚含水量降到百分之三十四點七 這個比志願者沒有膚黃瓜面膜之前的水分更低 那接下來通過測試 我們發現其他兩位志願者的皮膚含水量也有明顯的下降 由此我們可以得知結論 這個黃瓜敷上去的水分在五分鐘內就幾乎蒸發完了 看來水分並沒有留在皮膚裏面 還換成了其他一些補水產品會不會不一樣呢 為了實驗的結果對比更加明顯 我們接著來又用補水面膜和補水噴霧做相同的實驗 首先再檢測兩位志願者原有的皮膚含水量 經過測試分別是百分之三十八點三和百分之三十四 而接著來一位志願者用補水噴霧補濕 一位用補水面膜敷面 立即行動 在等待敷面膜的同時的過程當中 我們首先測試一號志願者的皮膚 檢測顯示用補水噴霧 這位志願者的皮膚水分亦都上升了百分之六 而在等待五分鐘之後 他的皮膚水分又回到原子症 在負面膜十分鐘之後 這位志願者的皮膚水分竟然提高了百分之十六 而為了實驗的嚴謹性 我們要這位志願者等候十分鐘之後再次檢測 發現他的水分數值亦都降到最初的水平 所以調查到這裡 我們可以得知 無論是補水還是補水產品 補水的效果都是暫時的 短則幾分鐘,長則半個小時 為了做對比,兩位實驗員又用自來水來洗臉 結果瞬間的含水量高達百分之八十七 這個數值比之前測試的大部分補水產品還要高 而皮膚醫生表示 用果疏敷面護膚的效果是有限的 更不如食用的,更加吸收營養 吃水果肯定外用的水果也好很多 因為皮膚的角質成有一種叫屏障功能 它可以阻斷外界所有物質 不管是好還是不好 它是保護皮膚的 其實它吸收的很是微量的 皮膚醫生說 因為一般新鮮果疏的汁液的分子結構 大於我們皮膚吸收營養物質的臨階症 這個導致我們對果疏裡面的營養物質 不可以較好地吸收 果疏敷面的效果是有限的 不單止這樣 最近在網上也有很多人說 用這個果疏直接敷面 會搞到皮膚有接觸性的皮炎 以及日光性的皮炎 最近也有媒體報道 哈爾班有張女士 她用這個檸檬皮 即是新鮮的檸檬皮 敷了三天之後 就產生面部的紅腫 恆氧、疼痛等等的精作 經過這個醫生診斷就說 張小姐是因為檸檬片 用了這個敷面之後 產生到這個光敏性皮炎 這個原胸真正是這個檸檬片 到底是怎樣的呢 我們立刻調查一下 光敏性皮炎又是怎樣造成的呢 在網絡上面搜索 我們發現不少貼性青檸檬、橙、芹菜等 含有較高過光敏性物質 如果用它來敷面和食用 再加上紫外線的光照 就會令到我們的皮膚紅腫發炎 那事實是不是真的呢 我們購買了黃瓜、蘆蕙、橙、西蚊 芹菜等果蔬送到專業機構檢測 它們的光敏性物質含量到底有多少 檢測顯示 除了勤錯檢測出微量光敏性物質 其他果蔬都未檢測出 而檢測員亦都表示 光敏性物質多建於藥物 不是果蔬 水果很少會有光敏性的 光敏性的 就像我們有一些植物 包括一些蔬菜、韭菜 會有一些東西 它也是一種光敏性物質 但是我們覺得藥物 有些中藥 像白紙 一些抗抑郁藥物 並且有一些消炎類的藥物 好像黃岸類的 它本身就是光敏性物質 但是這種物質並不是我吃完這個藥物 我這種對光的吸收明顯的增強 也並不是 皮膚醫生說 光敏性物質主要存在於一些藥物 如果服用這些藥物之後 在光著的刺激之下 可能就會引發人體光敏性反應 而我們日常使用的這些食物 光敏性物質是有限的 但是無論有沒有食光敏性物質 避免紫外線或者太陽光都是必要的 畢竟它們本身就可以傷害你的皮膚 光敏物質只是助就違約 本身就並沒有助惡的能力 除了光敏性物質 對於我們皮膚有損傷 醫生還要提醒我們 因為我們的皮膚是呈藥酸性 PH剩下在4.5至6.5之間 而果蔬它們本來會偏酸 或者偏鹹的 對於我們的偏藥酸性 皮膚來說不太符合 所以接下來我們會做一個測試 我們請回一堆水果 會有它 檸檬、黃瓜、橙、露骨、土豆 這些都是藥酸 我們會用敷面來護膚的果蔬 測試一下PH剩下到底是多少 接著來一會先將青瓜 切開它 好 現在我會用PH剩下 我們檢測到青瓜PH剩下7 好 接下去先測試一下這個露梅 好 再看一看露梅 切開它 好 看到露梅的測試結果都出來了 就是6 測試顯示黃瓜是中性 而露梅是藥酸 接著來我們繼續測試 激飯茄、橙、檸檬、土豆的酸鹼度 數據顯示它們的PH值分別是4、4、2和5 看來大多數果蔬的酸鹼度 和皮膚的弱酸性的4.5和6.5是不匹配的 皮膚醫生提醒 如果果蔬的過酸或過癮 直接接觸皮膚 容易刺激皮膚產生痕氧、刺痛、起雄斑等症狀 本期調查總結 第一 果蔬敷面對皮膚的作用是有限的 果蔬敷面或補水產品 只能夠令到表皮短暫的失潤 無法從根本上改變皮膚缺水的狀況 第二 果蔬敷面那麼多 有些果蔬不可以直接敷面 例如檸檬 因為檸檬的酸度比較大 而酸具有腐蝕性 第三 人的皮膚還是從女到外養護的過程 平時多喝水、多吃蔬菜、多吃水果 保持涼空的心情 皮膚也就可以靚靚的了 好 調查到這裡 我們可以得知 其實果蔬護膚的工械的確有限 而且如果你不當使用了果蔬護膚的方式的話 對你的肌膚一定會影響甚至傷害 所以希望各位就要慎用這種方式以防中焦 好了 我們今期節目就到這裡 大家可以關注我們的微信公眾平台 生活調查團 好 今期節目就到這裡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